文物商店的东西靠不靠谱 文物商店呢是有什么性质的 90年代以前 所有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的 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 好多文物商店逐步的 第一是管理 第二是转为个人行为 虽然带文物两个字 但是商店的经营呢 都属于个人或者公司的行为 那么货源的来历 因为他前边国营的文物商店 库存基本没有啊 后期经营要延续 一定要从市场淘宝 由于个人经验眼力 等等各方面的局限性 可想而知 东西可靠不可靠 就像俗话讲的就是 老泡饼里边没媳妇 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也不能一概二论 有的文物商店呢 可能东西都对 超过你看以前的贩卖公司 都是不承诺真假的问题 我们要买东西啊 根在哪里啊 根在你自己 特别是一些新手 千万不要迷信 一定要看东西说话 音乐 音乐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